好 好 好了 你坐 忙你的吧 我是专程来跟你道歉的 上一次我太不理智了 我不应该当着孩子的面 跟你吵架 对不起啊 没什么 其实 是赔礼道歉的该说的 我这人啊脾气不好 一挤起来 却容易口不择言 你别往心里去 这么说 你是不是原谅我了 来来来 刚买的芒果吃一个吧 来 给 拿着 给 谢谢 世丹 是这样 有些话 我一直想跟你说 我知道我说出来之后呢 你可能一时半时接受不了 但是我觉得啊 这晚说不如早说 我们两个在一起 不现实 怎么 你还是要跟我分手 这是必然的 为什么 咱俩不合适 那当初 当初为什么就合适了呢 以前你也没有说要嫁给我 程铭 我 我能感觉到 你是爱我的 对吗 那个 世南 这爱一个人啊 跟 跟他结婚啊 你觉得 是两回事 尤其是到了我这年纪 经历了这么多事 不像二十几岁的小孩 哎 为了所谓的爱情 可一分不顾身 要说爱吧 我觉得还是爱我老婆 撒谎 你以前说 你很讨厌她 你根本就不爱她 那 这这 以前是这样的 那以前是以前 我以前也觉得好像是 挺讨厌她的 这段时间我又觉得 这段时间我又觉得 我好像还是爱着她 那也许啊 也许是 因为有孩子了 不 不是说那个 你没她好啊 所以 你把我的照片 也换成她们了 世南 我跟你说 我觉得这爱情啊 虽然是美好的 但是是短暂的 这亲情跟责任 算是一个不好的 你 胡说八道 我叫你 你别这样啊 你别让让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能见你 就说明我有诚意 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这样 当然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 我不答应 我不要分手 我求你 你不要离开我 你听我跟你说呀 我跟你说 你开那车 我就送你了 另外 我再给你十万块钱 你出去旅旅游散散心 十万块钱 程铭 你也太小瞧人了吧 我跟了你三年了 我三年的青春 就是这么点钱吗 据我了解 这三年 你不光跟着我爸 混蛋 你还侮辱人 行行行 自己干得自己清楚啊 说个数吧 咱们俩啊 彻底了断 好 五十万 你狮子呀 口那么大 四十万 十五万 三十万 十六万 二十万 你要再讨价还价 你就不是个男人 行二十万 车你给我留下 你 你还是人吗你 要不要 你吃人吗 在这儿等着吧 别进来了 吃吧 说你该走吧 还是这样 笨 哎 好 你更可以我同意 但是我告诉你 你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你以为我稀罕你的钱呢 你到底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至于吗 我只不过犯了一个错而已 不影响根本的 我就这一次而已 你就不依不饶的 非要离婚 你是何居心啊 我平常对你怎么样 我到底对你怎么样 你自己应该知道了吧 我不说别的 你看你这事 你这事行动 晃得我 晃得我眼都晕 你看你看你的耳腕 你那项链 你那钻线 你那手表 你光这几样就几百万 你这衣服 你的一柜子的衣服 名牌包 我自己呢 我有什么 我不亏待你 你还有个不知足的 我告诉你我什么不知足的 我告诉你 我全都还给你 全都还给你 全都还给你 你以为我稀罕这些名牌的东西啊 你以为我跟你在一起去图了这个呀 我对你的爱 对孩子的爱 对这个家的付出 能用这些东西来抵押 好 那你一个人 守着这个家 守着房子 守着珠宝 你一个人过吧 好 而且魔鬼可不能随便踩啊 说不定是有毒的 知道了 今天在学校乖不乖 乖 好孩子 妈 上车 爸爸 姥姥进去放学了 妈 怎么的 有事吗 是 是这样 这个上回崇崇跟我说了 天生最近挺困难的 她跟崇崇一直挤在您这儿 这是我们家事 不劳你费力 我 我不是多管闲事 这 这边还有孩子吗 还有崇崇呢 我这两万块钱 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 不能用你的钱 这崇崇的抚养费啊 我得管 在这么长时间了 我一直没给她 心里有点 妈 你拿着吧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给天真呢 天真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饿死都不提高她主 她能要吗 你说你 天真跟了你那么多年 最后就让她净身出户 这想到这儿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我 我本意不是让她净身出户 我根本就不想离婚 她非要闹着离 我不管你们是为什么 总之是你对她不地道 既然这钱是给崇崇的生活费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替天真先收下了 崇崇 来 跟姥姥走 爸 你稍微坐会儿吧 爸 你稍微坐会儿吧 那 我不去了 你跟姥姥回去吧 姥姥 你看看爸爸进来吧 崇崇 想爸爸给爸爸打电话啊 爸爸 再见 听话 这钱您是什么意思啊 这陈铭给的 说是给崇崇的抚养费 你说这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您跟她说我跟现实结婚了 我跟她说得着吗 这也是她应该付的 我觉得吧 你应该把这钱收下 两个人的孩子 没有一个人养的道理 除非她不想让崇崇叫她爸爸了 行 我打个电话问问她啊 好 喂 喂 程铭啊 你送来两万块钱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给了你钱你又叽叽歪歪 你想干什么 我觉得你没安好心 悲哀呀 程铭啊 对 我们两个的悲哀 没有心 好 我告诉你 对 我是在双心眼儿 我有自己的主意 我给你钱我的目的就是 为了把孩子要回来 怎么着 你在哪儿 管不着你啊 你到底在哪儿 我告诉你 我在家呢 怎么在来找我 爸 爸 妈 如果以后程铭送来任何的钱 或者东西 没有我的允许 我请你们不要收下 如果重处需要什么 我会去跟他要的 可是我不允许 是以这种方式送过来 天真啊 天真 我还钱去 一天到晚就是这些脏东西 你干嘛干嘛干嘛呀你这是 我不干嘛 我来告诉你 之前我需要你给重重抚养费的时候 你不给 现在你想给 对不起 我不需要 钱还给你 再见 你这太不识道了 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呀 电话里的 你 你以为我真能把孩子要回去啊 这钱是给孩子的 那不是给你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鬼主意 反正钱我不需要 我能有什么鬼主意啊 你不能因为我做错一件事 你把所有的我都否定了吧 我是真心的 我 我正好有点重要的事 想跟你说一说 要不都来了 就坐一会儿行吗 坐一会儿 好吗 爸 你怕什么呀 你怕什么呀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说吧 天真 回来吧 我们复婚吧 你发什么神经呢 这 我说的是真的 不可能呢 为什么不可能 你还要不做什么 这 放开 放开 看看这个 明白了吗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跟他已经登记了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我给你看看 不可能 我原来跟你有一个 记得吗 可是我现在跟他结婚了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没有权利问 我当然有权利了 那个人 马上当我孩子的后爸了 我能没有权利吗 我只能说 他各个方面都比你强 文童真 你这是报复 你这是施容总的报复 你太抬举自己了 我绝不会因为报复你 而做任何伤害我自己的事情 你明白吗 我现在有点同情你了 你一个人喝你自己的闷酒吧 好